是吃了诚实豆沙包吗 党中央认证韩国瑜不能光靠韩口号 但不只怕辩论变不赢蔡总统 赵守博更担心这件事 就怕韩国瑜一言一行 被对手放大检视 尤其是喝酒 过去屡屡闹上新闻版面 先是因为韩国瑜喝酒开直播 被总统府发言人酸 之后又被桃源市议员王浩宇爆料 在当北农总经理时期 一年喝酒超过三百天 韩国瑜更因为前瞻经费 杠上苏贞昌 苏贞昌计讽他酒喝多了 满嘴胡说 赵守博这提议简直戳中韩国瑜要害 台北市场柯文哲还一副看好戏心态 这个就是哪壶不提提哪壶 实在是 有一种冷叫做妈妈觉得你冷 有一种醉就是关心你的大佬们担心你会醉 可是其实真的没有那么严重 那么喝酒不需要被污名化 重点是不会因为喝酒而影响公务 市府立刻用冷笑话为借酒说缓夹 但父母的话真的要听 等你着凉感冒病倒 就知道事件大丢了 明星文终不倒